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秉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位於京都府的天橋立 為日本三井之一 據說從西元八世紀左右就已經成為名勝 區域內除了自然美景 也富含著東東的歷史風情 天橋立位於宮京市 雖然位於京都府 但距離京都市有點距離 坐車大概要將近三個小時 但搭乘由知名工業設計師 水護岡瑞智 所設計的丹後的海號 也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由於距離的關係 建議在這裡一日遊 或是搭配周遭的景點來個兩天一日遊 面對日本海的天橋立 是一條長約3.6公里 寬20到170公尺長的沙洲 沙洲上有8千顆貓咪生長的松樹 簡單來說天橋立是一座大自然所造出來的天然橋 江湖前期寬永二十年 臨春齋著書 日本國式基考中 寫松島特色時提到 松島 池島之外有小島若干 帶入盆地約坡之景 景之之家 與丹後天橋立 安逸岩島為山處景觀 裡面提到的天橋立 就跟松島以及岩島並成三個奇觀 後來又在貝源奕宣 疑似祭行中 被稱作日本三景之一 我們可以利用來回沙洲的方式來玩天橋立 寶寶就用點到點的方式來介紹這裡的景點吧 到達天橋立車站後 在進到沙洲之前 我們第一個景點來拜訪知恩寺 這個寺廟供奉掌管的智慧的文殊菩薩 可以在16世紀的國寶圖天橋立圖中 看到它的身影 寺廟內的重要文化財 多寶塔 於西元1501年建造完成 氣派的山門也有250年的歷史 踏上天橋立的沙洲後 我們就來個大約50分鐘的悠閒散步之旅 喜挖海的人可以沿著沙灘走 喜歡被樹環繞的人可以走在中間的大道上 欣賞美麗的松樹 路上還可以經過天橋立神社 聽說是戀愛運的Power Spot 冥水白選之一的激青水很有特色 雖然兩邊都是海水 但流出來的水竟然是淡水 我們來到天橋立的另外一頭 稍微散散步體驗一下帶有日本傳統風情的海港後 可以拜訪山崇縣伊士神宮的故鄉 超過1300年歷史的元伊士龍神社 我們從府中站搭乘6分鐘的纜車 即可到達天橋立最美的地方之一 閃松公園 閃松公園自古以來就是天橋立的名勝 以示進行中也曾提到這裡的美景 1927年暖車開始運營之後 又帶來更多的觀光客 在閃松公園的觀景台上 可以試試看從雙腿間倒過來看天橋立 會變成浮在空中的島喔 離開閃松公園 我們搭乘纜車下山 我們搭乘天橋立觀光船 吹個海風 從海上觀賞天橋立 12分鐘就可以回到天橋立的車站一帶 行程還沒有結束喔 我們這次從另外一個角度在山上看天橋立吧 走到車站的後方 我們來到了天橋立Vueland的纜車 搭乘7分鐘來到了文書山的園區 這裡的觀景台反過來看天橋立的話 就會有飛龍在天的效果 另外也可以到全長約250公尺 離地8.5公尺的飛龍關回廊 可在此展望另外一個角度的天橋立喔 在天橋立的飯店可以享用海治京都的當地美食 但飯店沒有副餐的話 鮑勃推薦從天橋立乘坐一站 到公金站 這一帶最有名 創業於七八十年前的大眾食堂富田屋 這裡的海鮮超級無敵新鮮 然後各種料理也都很便宜 我們點點鰻魚飯 山魚片 烏龍麵 鐵板牛肉 一個人大概1500日幣 比東京的連鎖劇酒便宜一點 但是美味程度多了兩三倍 可以當成離開天橋立的最後一餐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息 三集